應該就 那我我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講過 我讀社會學的然後網路專民嘛 然後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是制度實踐 其實也是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那我其實想問一下大家 對於 對於假設有一個有一個伴侶 男朋友女朋友還是老婆老公之類的 一天到晚就從你的錢包裡面拿錢出來 然後他就自己拿去花了 然後花完之後他跟你說他買了一件很好很好的西裝 但是最後拿了一個破襯衫給你 大家對這樣的伴侶感覺怎麼樣 過分 過分不舒服 不喜歡有沒有 對 那其實呢 我們現在的政府 其實就是有點像這樣的伴侶 就是他一天到晚拿你的稅金出來 你每年都要繳稅 他也不告訴你他怎麼花 或是他告訴你怎麼花之後 他自己亂花 跟他講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就會造成大家其實 Kimoji也是蠻不爽的啦 所以那我們現在在台中想要推的東西叫做參與式預算 就是預算嘛 就是公共預算 政府的錢 其實政府的錢就是大家的錢 政府沒有錢 只有我們工作的人才會有錢 那工作政府呢 他收大家的預算來幫大家做公共建設嘛 但是事實上大家其實好像很少知道到底公共建設在做些什麼東西 那參與式預算就是讓人民來決定一部分公共預算要怎麼花 把人民納入這個決策的過程之中 那我們才會知道到底錢花在哪裡 有沒有花在我們喜歡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決定 把這個錢花在我們喜歡的地方 因為現在目前目前我們代議政治裡面 是只有官員跟民意代表可以決定你要花在哪裡 你每次的投票你選出來他 他就說我就代表了民意 所以我說了算 那其實真是這樣子嗎 恐怕是恐怕是不太一定的 那參與式預算就是拿這樣子看我們是不是能夠讓人民 決定一部分就是我們到底要什麼花這一部分公共預算 也許不是全部但是是其成為部分大家一起討論 要怎麼樣有什麼樣的預算計畫是我們想要做的 然後共同提出方案說好 如果我們現在決定有什麼事情是我們想要做的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然後怎麼樣子怎麼樣決定這個哪一個方案要先做 那這個這個決定是有強制力是讓政府一定要做的 那這個是現在我個人還有我們的整個團隊現在 台中市政府是標給我們這個團隊來讓我們做 辦這個參與式預算 那參與式預算的話它是 參與式預算其實講 它其實有很多好處啦 不知道大家對於有沒有聽到苗栗的問題 大家知道苗栗說什麼事情嗎 倒了 破產了 希臘化 希臘化 沒錯 台灣非常有地中海風情 對 這是現在最近蠻流行的 那其實參與式預算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人民自己開始編預算的時候 大家就會省啊 這錢每一分錢都是自己的錢 怎麼能亂花呢 還不會一天到晚蓋一些像是 馬糞館啊 蚊子館啊這些沒有人去的地方嘛 那這些錢其實都是人自己 都是人民的錢自己花出來的 或者是有些地方路每年每年每年都修 修了五年之後 門比你的門檻還高 路比你的門檻還高 像這種時候大家就 真的是很不舒服啦 那有參與式預算這個東西開始做了之後 開始就會把一些之前的預算案啊 之前的工程案拿出來 把這些訊息開放化透明化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會比較少 比較少剛剛講的那些 做一些阿里布達的事情 大家不喜歡的事情 但是民意代表自己決定要做的事情 那他有找到三點 但是大家比較在意的參與式上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政府連結化 還有施政準確化 還有民主普遍化 那政府連結化就是 當你把人民自己編預算的時候 就比較少人可以去貪污啦 或者是可以去 就是政策買票這種事情 對那施政準確化呢 就是當人民自己決定 我自己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政府就不需要猜 因為其實生活在用路啊 不還是路燈啊 或者是你的公共衛生啊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在 都需要去 deal with 的事情 需要去 需要去 需要去管的事情 但是政府 政府他不是 他不是人啊 政府他只能去猜 他只能去預測 他只能定期檢測 然後用這些結果 來猜到底大家想要什麼 但是人民如果能夠自己 進入這個決策過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不用猜 我自己知道我要什麼 那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什麼東西是我們真正想要做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做 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施政 施政的結果 跟大家想要的 需要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這個落差 所以就是施政準確化 民主普遍化呢 其實就是一個 像目前為 目前現在我們代議政治裡面 大家 各個族群的投票率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平均的投票率 是72% 那其實原住民的方面的話 大概投票只有48% 比很多人還低 就表示這樣子的參與民主的方式 其實不見得是適合每一個人 像是年輕人團體 其實去年九合一的資料還沒出來 但是之前的資料顯示是 29歲到35歲 29歲到34歲的人 其實他們的投票率是偏低的 大概是 大概是只有 大概只有30-40% 就是跟我們的全國投票率來講 其實還是 大概只有打一半的 一半的者 當然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民主 民是什麼 是只有納稅的 納稅的公民 還是所有的人民 因為像我們之前的 18歲投票什麼 過了嗎 18歲投票下修了嗎 大家知道嗎 沒有 對我們18歲投票沒有過 所以其實18歲 18歲就19歲 甚至未滿20歲的人 都不能投票 那他們有辦法參與我們民主制度嗎 恐怕就沒有辦法 那參與市預算呢 其實就是 其實參與市預算 每一個人都可以來 大家都可以去提案 大家都可以去討論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就是希望可以達到民主普遍化 達到真正落實民主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 參與市預算想要做的一部分 那像我們剛剛講的移民工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問題 是我們自己把它變成一個問題 他來這邊只是在工作 為什麼人會變成問題呢 所以移民工的話 他們假設在台中 在第一廣場 第一廣場其實在假日的時候 會有滿多人在這邊聚集 他們也算是台中市市民嗎 他們住在這邊 在這邊生活 在這邊工作 在這邊消費 跟大家互動 他們也算是市民嗎 那他們的需求 也需要被滿足嗎 我們的民主 有辦法納入他們的聲音嗎 這個也是參與市預算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 就算他不是 他沒有身份證 沒有台灣的身份證 他沒有台灣的投票權 他也可以一起來參與討論 他可以藉著 像是他們 可能藉著像NGO 或者是他們相關的組織 可以一起來參與 一起來好好的 對我們整個情勢規劃 對我們社會的想像 做出一份貢獻 對那這就是參與市預算 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樣子聽起來 好像是很理想話 好像覺得喔 對啊 開放就好啦 好像很簡單的樣子 那為什麼一開始不這樣做呢 對不對 有沒有人會覺得 對啊 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講的好像很漂亮的樣子 參與市預算 大家會覺得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人多口雜嘛 對啊 我們要怎麼統合大家意見呢 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人沒有辦法花錢 沒有辦法A錢 其他人沒有辦法A錢 這個是壞處嗎 我自己繳稅的人 我是覺得 要是大家不A錢 有人不A錢 我是覺得很開心啦 當然有一些人 對啦 可能有一些 現在正在A錢的人 就不是這麼開心 他們的意見 要不要 要不要顧那個 我們可以另外討論 請 所以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說 會不會有民粹的問題存在 就是當我們大家不考慮專業 我們大家只是一時的情緒衝動 會不會就 會不會就弄了一個大家不喜歡的 大家其實真正 也不是不喜歡的 當時一定很喜歡 才會投票嘛 那可能就是長遠來看 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其實是可以 可以討論的 那參與式預算 其實台中現在正在 正在進行中 其實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二 今天禮拜六嘛 對 下個禮拜二 8月4號的時候 就會開張 就會開張 台中參與式預算就會開張 然後這是 這是 這是實際上的操作過程 那參與式預算一開始呢 其實一開始大家 就要先跟大家討論 到底什麼是參與式預算 然後 像剛剛講的問題 其實我們會集中在著名大會上 大家要提案 大家要討論 大家要投票 然後大家要 每一件事情都要經過討論之後 不好意思 才不會出現 像是剛剛我們要怎麼整合意見 那就大家 大家每一個人都來提案嘛 然後我們把每一個提案 都發展完全了之後 大家最後決定到底要 想要哪一個 投票出來就知道了 對 然後那或者是民粹的問題的話 也是 當我們透過提案的時候 會比較少民粹 因為那時候就 每一個人的聲音都可以發出來 當你在面對面 看到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臉 每一個人的聲音 每一個人的情緒的時候 你就比較少 比較不會那樣子 無視別人的存在 那在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提案 我們也會需要經過政府啊 專家學者 他們的輔助 來 一起來 一起來討論說 到底這個提案 是不是有我們跟他長遠的效益 公眾的效益 或者是我們的緊迫性 這東西都是我們會在 是 我馬上結束 對 然後 不好意思 參與市計算其實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 不只是花錢而已 當你在花錢的過程中 你也稍微學到 到底我們 我們的預算是怎麼操作的 我們 花的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不會只是覺得說 反正錢就是從政府那邊發下來的 然後 花越多我越爽 反正花越多好像就有事情可以做 但是你自己花錢的時候就會發現 花的是自己錢就花的 不會花的這麼 這麼心甘情願的 那當然你多去參與一些公共事務的話 你也會比較能夠學會 怎麼樣監督你的議會 怎麼樣監督你的國會 怎麼樣監督你的地方首長 這些事情是可能 台灣人比較少 比較少去做 大家覺得就是投票一下 投下去送啦 就結束了 那 要是自己多參與一些政治的話 會讓 會讓我們的待遇政治 本身變得更好 而不只是一天到晚說 罵 什麼政治人物都有夠髒啦 沒有希望啦 這種事情 對 那當然第三點就是 當我們自己進入這個參與的時候 我們這個政策 也會有更多的政黨性 就不會一天到晚有人要 從立法院啦 從教育部啦 或者是從總統府啦 因為你自己做的決定嘛 那你就會開始知道 這個是我們大家一起決定的事情 這個政策有他民主 民主程序上的政黨性 不會覺得說 好像有些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就是忽略 忽略民意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制止他 謝謝大家